臥蠶呢 臥蠶就是 洗一切意業 赦一切眾生 臥蠶的狀態 我們講 我們講說 身性變化的狀態來講 臥蠶變成胎襲 胎襲的狀態之下 你這個什麼 前面所講的這些 六根已經閉鎖了 六根閉鎖之後 六根閉鎖之後 我六根閉鎖就是 妄念分別 妄想分別 都是慢慢慢慢的平靜下來 慢慢平靜下來以後 接下來是怎樣 你這個 你那個念頭慢慢就不起來 異業 意念 你這個六根 六根就不會妄念分別 有沒有 因為你前面的 前面的妄想跟分別 前面的妄想分別 就是不起了 不起了之後 不起了之後 你那個什麼 你那個異根 異根就慢慢的 慢慢的平靜下來 這個時候就 習一切的異業 那個平靜下來 就是平靜下來 習一切異業 你異根所造的 就是你不起分別 不亂想的 不造作 這時候習一切異業 這時候呢 習一切異業 可以開始射一切眾生啊 前面這邊是六根匕首啊 接下來啊 接下來怎麼射 射受一切眾生啊 就是說 我眼睛 比如說我眼睛啊 如果有看到光 如果有光線前 我要去追那個光嗎 不要 不要去追那個光 那就是射 我都如果聽到說 有什麼音聲過來 比如說佛祖告訴我 什麼話語啊 或是什麼音聲啊 或是聽到那個什麼 泛樂啊 要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對不對 我聞到花香 聞到檀香 不要理他 那個就是射一些眾生 所以你六根手 所引動的一些純淨 你都不要理他 那就是射受一切眾生 所以你先縮練六根 接下來就是射受六根 六根手會那個什麼 引動的一些 你都不要理他 那就是射受 射受一些狀針 這不是去渡狀針喔 這當時無知雕 這當時無知雕 這時候就是臥蠶 你如果做到臥蠶的經濟啊 開始 那就是將來你進入三昧 的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因素 你要成就三昧啊 等於說你要成就三昧的一個助到 助到法門啊 你要成就三昧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你那個什麼 助到的法門 幫助你成就三昧 成就三昧的那個那個 三昧法門的一個一個 助到法 這些助到法 好到三昧啊 三昧的時候 思惟一切眾生自性 厭禮生死啊 剛才我們講的嘛 就是說你到那個 那個什麼 三昧的時候啊 三昧的時候啊 三昧的時候就是怎麼樣 你開始思索那個自性 一切諸法的那個自性 開始思索啊 就是這個 思惟一切眾生的自性 一切諸法的自性 思索啊 開始思索 不是不是啊 你開始去想想這個法門 不是去了透 不是去瞭解喔 不是喔 還沒有喔 這樣知道喔 這是那個三昧的境界 你到達這樣的一個境界之後啊 一樣 將來你就成就是三昧法的時候呢 三昧法門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助到 幫助你成就三昧的 好 那三昧過來以後就四昧嘛 四昧之外我們講說 啊 你四昧就是 整個四昧 這個啊 整個就是透明的 清淨的 清淨之下 什麼是清淨 你遠離的重煩惱 遠離的重苦 這個熱腦啊 就是這些東西啊 這熱腦就是你六根所引起的一些煩惱 那些那些 那些苦不苦啊 所有的苦跟熱腦 你在那個四昧的境界之下 是不是 不是遠離喔 那時候還沒遠離 只是 平息下來 這些苦啊 這些 這些腦啊 只是平息下來 平息下來 這就是清淨嘛 我們講說四昧就是 捨念清淨 這時候的習一切眾生 習一切眾生的愛 或者習一切眾生的壯苦熱腦 你如果這樣的境界 也就會成就你將來 成就三面法門 的一個助道 所以今天順便要再講的比較 再詳細一點 所以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 為什麼這四個東西啊 我要把它放在那本書的四禪八定裡面 在那裡沒有把它強調 可是我們在 剛好提到這個地方 必須要強調一下 要知道說 你在每一場 因為從這邊到這邊是一個解脫 從這邊到這邊也是一個解脫 從這邊到這邊一個解脫 你每一個階段的解脫 都是隱藏著 產生三昧的一個助道 就是這四個東西 同時也是代表說說 你那個禪定的境界啦 好 實力啊 實力我們在很快的把它 很快的把它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在線上 有一些出血的同修大德 所以我們很快的把它 這個實力啊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知道 這個實力啊 這個實力 他這邊講說分證實力啊 因為這個阿羅漢這邊啊 不是證 他開始啊 開始要了解到這個實力的法門 這實力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就十種那個智慧力 十種的智慧力 哪十種呢 第一個就是知道啊 四處跟非處的那個什麼 智慧力 四處跟非處是什麼 四處跟非處就是說 合乎道理的 不合乎道理的 就是說我們講說 你佛法跟那個什麼外道 你了解到這個 有會分辨這樣的一個智慧力 會分辨正法跟那個非法的那種智慧力 第二個啊 你會了解到 諸禪三昧解脫的智慧力 我們剛才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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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初禪到四禪 那個境界啊 那個就是諸禪三昧解脫的智慧力 好 第三個啊 就是知道眾生境界的智慧力 我知道每一個眾生 他那個境界 在擴大來講 我們講這種十法界的 不是十法界 就是十方法界的眾生 十方法界的眾生 比如說有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阿修羅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天龍八佈 還有人啊 天啊 這些眾生的境界 還有什麼 我們講說阿羅漢的境界 身分身啊 事分日事果的境界 我們剛才 剛才學過的 那個 那個就是眾生的境界 這個眾生的境界 不是在講我們 比如說我們 那個什麼 我們這個團體裡面的 所有一些人的那個 不是 這個眾生的境界啊 就是十方法界的那個 諸類眾生 十方法界的諸類眾生 你要知道菩薩的境界是什麼 佛的境界到底是什麼 還有那個什麼 聲聞的境界 遠覺的境界 還有那個 阿修羅 天龍八佈 什麼 A叉的境界 還有什麼 還有那些 那個 那些什麼 錦納羅 羅何羅這些東西啊 這些天龍八佈的 每一個境界都要知道 那個就是知道眾生的境界之力 知道眾生 三世因果的夜暴力 這個東西啊 就是說 你每一個眾生 比如說 你今天會落入阿修羅 落入阿修羅 是因為什麼原因 你才會落入阿修羅道 你今天會落入出生道 是為什麼原因 你會去 進入到出生道裡面去 那個就是知道眾生三世因果的夜暴力 你可以當人啊 你可以好好的修行 可以進入羅漢 可以進入菩薩 可以進入圓絕啊 可是呢 你偏偏落入到那個什麼 比如說 那個龍族 進入到龍族 我們天龍八佈有沒有 進入到那個龍族 你會進入到什麼夜叉族 你會進入到什麼夜叉族 這些眾生 他的境界是什麼 就要知道 他的境界 他的 他的落入這個地方 他的因果夜暴力 到底是怎麼樣 要知道 知道眾生的喜好 知道眾生 比如說好 你這個夜叉喜要什麼 我們說夜叉就是要 那個什麼 夜叉就是要吸血鬼啊 對不對 龍族是怎麼樣 星雲步雨啊 知道這些眾生的喜好 所以這個時候的 我們對這些概念的 這個眾生 不是只有我們人道的眾生 不是 法界裡面的所有 那個一類 所有 所有諸類的眾生 那麼知道諸 眾生的那個諸根聖略 比如說我們人道 人道裡面啊 我們人道裡面啊 也有等地分別啊 對不對 那個等地分別啊 某一個等地裡面啊 他的差別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修這個政法 我們一樣是學佛的人啊 跟外面跟其他的團體學修佛啊 這個 這個根氣不一樣 你有辦法 那個學習了意經典的眾生 沒有辦法去接受了意經典的眾生啊 這個根氣就不一樣 這個就是 知道眾生的諸根聖略 好 那麼 接下來就是說知道齁 自道處自立 自道處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了解到 你一個人 一個眾生 他有在向佛 有在修行 修行的境界 修行到某一個境界之後 將來下一身 你會到哪一個地方去 這就是自道處自的智慧力 接下來就簡單啊 接下來就是天年通 宿命通 宿命通 當然就跟前面這邊一樣啊 了解到那個什麼 三世因果 落盡啊 以這煩惱漏盡 這就是 後面的這個三通 好 就是這樣子 這就十個實例 所以在這個地方啊 這張 所講的那個什麼 聖文聖啊 聖文聖啊 開始要了解這個 開始要了解這個 但是還沒有正 這個實例啊 這個實例法門啊 就是在佛 那個實例不在以上 所要修的啊 就是佛的一個境界啊 就是那個實例 要具備有實例的智慧 所以這邊講說分正實例啊 這分正實例啊 不是你要正過實 這時候的境界還沒有辦法正 還沒有辦法正 只是說你開始 開始要去了解實例到底是怎麼回事 比如說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所學的 我現在知道實例就是怎麼回事 然後慢慢慢慢在精進慢慢在修 才具備這個智慧力 這是那個實例 所以這個實例啊 不是阿羅漢的境界喔 就是阿羅漢 在阿羅漢的這個果位的時候呢 你開始要認識這個實例 好接下來啊 我們來讀喔 看讀得完嗎 大會說啊 那世尊阿羅漢有三種 就是去極定性阿羅漢 第二個就是以退還發菩提心之 不定種性阿羅漢 三個就是佛所變化 視線阿羅漢 世尊所說是指哪一種阿羅漢 就是這邊所講的是哪一種阿羅漢 佛說啊 這個地方所說的就是去極定性阿羅漢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到目前所學的 到這張到目前所認識到的 那個羅漢的這個 什麼 世果羅漢的這個境界差別像 我們所認識的所學的 這樣的阿羅漢 這樣的聖文聖 叫做去極定性羅漢 並不是其他兩種阿羅漢 其他兩種阿羅漢呢 指的是什麼 就是退以還發大菩提心者 以成發散角廣大 那個行願應該念成恨願 恨 廣大 應該讀恨 恨願 恨這個就是說它的善根功德 你所 甚至是所累積的一些善根功德 這一類的阿羅漢是怎樣 這一類的阿羅漢就是說 退以還發大菩提心者 以成發散角廣大 恨願成熟有情佛所化者 那個退以還發大菩提心 這是什麼呢 這是說那個 你毀謹佛法 毀謹佛法就是 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 可是呢 因為你曾經發過菩提心 所以諸佛慈悲啊 還是可以讓你有所成就的 這個時候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 不定 那個什麼 不定種姓阿羅漢 好 那個什麼 接下來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佛所變化的 視線的阿羅漢 佛所視線 那個另外一種阿羅漢 第三種阿羅漢就是 那個什麼 佛啊 佛在那個什麼 在 魅度之前啊 他說在那個什麼 佛法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末法的時候啊 眾生沒有佛嘛 對不對 佛已經不在世間了嘛 他會叫很多阿羅漢啊 到世間來投胎 會叫很多阿羅漢到世間來投胎 然後怎樣 拜佛說啊 救度一切眾生 那個就是佛所變化 變化一個是叫你去投胎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什麼 就是 化現出來 化現成阿羅漢 到這個世間來 好我們看喔 大會啊 此說去極定性羅漢 非是其他兩種羅漢 其他兩種阿羅漢 其他兩種阿羅漢 指的是 以退與還發大佛其心者 或者是 以曾發善 巧廣大 恨願成所有情佛化所化者 為莊嚴諸佛國土啊 集其眷屬 以彼世生 以彼世生 阿羅漢 這個世生啊 就是世間 世間 那個 在這個世間啊 這個世間一個就是好 你重新脱胎轉世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說 化現出來的 大會 以妄想眾生處 說種種法 斷諸煩惱 所正事果之禪者 即諸禪三昧 本性 皆離虚妄之故 為至心量 虚妄所見 得果相而已 以妄想眾生處 說種種法 斷諸煩惱 所正的事果 殘者 就那個 阿羅漢 以及諸禪的那個三昧 這個剛才我們 那個解脫三昧 我們剛才已經 說過了 他的本性啊 都是因為 遠離這個虚妄的 的緣故 好接下來 大會 若虚頭煩這樣想 我已斷除諸貨見 此則有兩種過失 及我見 及諸貨見 虚未斷除 好這意思就是說 阿我已經 那個什麼 我已經清淨啦 我已經贈得 哪一個果味啦 你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那是不對的 因為阿 一切諸相怎麼樣 都是虚幻的 又大會 若欲超過 生文聖諸禪 是無量心 及無色戒 是空定 得如來三昧者 應當遠離 至心所限諸相 大會 生文即以受想 昧定為最高境界 若說它是超過 至心所限的境界 這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離心的緣故 這句話在講就是說 這句話在講就是說 我們知道 那個什麼 那個已經知道的市場的 不是 四個果相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都知道 所以說 他說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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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只是那個而已 這時候只是滅塑想定 就是那個 那個 第九定 或者說那個什麼 最高的那個禪定 最高的禪定境界 這是在滅塑想定的境界而已 不是 怎麼樣 不是那個 他說 不是那個 自心所限的 不是 不是超過自心所限的境界 還不到 我們到菩薩的時候 才知道說 一切諸法 都是怎麼樣 由心所限 羅漢 這句話講說 羅漢 還不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他只是 只是到滅塑想定 這樣的一個境界而已 滅什麼 瘦想定 有沒有 這些都是瘦啊 想啊 有沒有 這些啊 都是啊 因為這個 這個 妄想 我把這個 分別給它滅掉 這個啊 這個分別滅掉 我們說六四滅 前七四通通滅 所以你這個瘦啊 這個是想嘛 對 瘦啊 媚瘦想啊 對不對 這些東西要統統滅掉 那就滅進定啊 這是第九定 這句話再強調就是說 這些啊 都是那個什麼 聖文聖的 那個禪定境界 那個禪定境界 就是媚瘦想定的境界 不是 一切諸法 為心所限的一個境界 還達不到 好 好 這是那個 這一張啦 時間花了很多 我剛好這個 我們 今天剛好這一張 講的 剛剛好 所以這一張啊 因為 內容比較多 我們就把它分成 兩次來 來讀 希望 大家對這一張啊 的認識 或者說你對禪定的境界啊 會更是 另外一個境界的升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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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